杜贝向来不是一个老实人,她带着女伴出差,入住酒店,也不忘与酒店前抬娜那条情。 杜贝身旁的女子阿尔帕娜是她在船上遇到的,阿尔帕娜为了躲避丈夫,带女出逃,与杜贝定了相同的轮穿房间。 阿尔帕娜的长相深深吸引了杜贝,但她们却各有各的婚姻问题。 杜贝的妻子占有欲太强,让杜贝喘不过气来,而阿尔帕娜与丈夫离婚未成, 对方为了巨额保险金,想要伤害阿尔帕娜和她的女儿提特利,甚至还派人跟踪她们,为此阿尔帕娜还随身带了把刀防身。 提特利发烧了,杜贝出于好心,也是为了满足心中的预念,带阿尔帕娜母女去了她出差处的酒店,以夫妻的名义办理入住,连酒店的员工都以为他们是一家三口。 夜深人静之时,其他小孩的哭闹声引来了楼下的房客,房间门悄悄打开,提特利失踪了。 第二天早上,杜贝和阿尔帕娜不断地在酒店中搜寻,等他们问到楼下的房客时,对方告诉他们,自己也想抱走晚上哭闹的小孩。 询问无果,阿尔帕娜忽然在泳池上看见了漂浮的洋娃娃,正要蹲下来哭时,房客猛然从水里面把洋娃娃捡进来交给她。 阿尔帕娜顺势想到了房客早上说的话,已经肃失理智的她确信是房客抱走的提特利,但是酒店为了保护隐私,不让搜寻客人房间。 阿尔帕娜心急如焚,但杜贝怕毁了自己的名声拒绝报警。 她答应阿尔帕娜去找孩子,但是她根本没看过提特利的样子,更无法向别人描述提特利的长相。 几番波扯后,阿尔帕娜还是选择了报警,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夫妻,报警只会引来更大的麻烦。 警官认为是有人绑架了提特利,第一个怀疑的便是房客,但是等到他们抓到房客后,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抱走提特利,和她出门游玩的是她的女儿。 警官又开始检查他们的证件和船票,发现杜贝和阿尔帕娜自称是夫妻,但是他们船票的登船地点和出票日期都是不相同的,这引发了警方的猜测。 于是,警官就让杜贝和阿尔帕娜分别描述提特利的长相,做画像素描,结果不言而喻,通过两张截然不同的画像,警官发现事情不仅仅只是人口失踪案。 杜贝害怕假扮夫妻的事情败露,影响自己真实的婚姻,不得不用谎言去弥补谎言。 杜贝说,阿尔帕娜精神失常,常常幻想有提特利这个孩子,从头到尾自己都在配合阿尔帕娜的表演,所谓的提特利不过是个养娃娃。 奈娜戳穿了杜贝的辩解,说她晚上值班时,看到阿尔帕娜给孩子唱摇篮曲。 听过奈娜的话后,警官开始怀疑杜贝就是那个绑架孩子的人。 终于,杜贝不堪重负,说出了他们假扮夫妻的事实。 警官惊讶于杜贝对真实婚姻补忠,但杜贝终究会为她的谎言封出代价,因为她谎言恰巧就是事实,提特利就是那个养娃娃,阿尔帕娜也确实患有精神病。 为了摆脱这场闹剧,不知道阿尔帕娜病情的杜贝再次撒谎,她告诉阿尔帕娜自己知道孩子在哪儿,把对方骗到树林中。 抓住逃跑的机会后,杜贝开玩笑似的,阿尔帕娜说出了她的谎言。 杜贝转身,忽然在背包内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玩偶,像极了阿尔帕娜口中的提特利。 杜贝顿时明白了一切,但是积极败坏的阿尔帕娜早已将刀砍向了她的后背,结束了她的生命。 有些谎言会在时间的抵挡下烟消云散,但有的谎言的代价需要用生命去偿还。